小新議員我們來問問了啊 因為在這過年期間啊 陳廷飛又有話要說 也是跟剛剛的這個韋哲市長 有一點點關聯的 陳廷飛說大年出壞的時候 網軍居然還在攻擊 而且這個帳號呢 他點名叫做再清晨守候 他說呢這個帳號 在之前是2018年6月8號起就停更了 沒有任何的新的發文記錄 但是2021年的7月他又復活了 然後呢14篇文章裡面有8篇 都是針對陳廷飛 或是他身邊的人去攻擊 但是對其他政治人物 隻字未提 他講的這句話 讓我想要賴清德當初講的話 這不是網軍 什麼才是網軍 你連我70歲的老母親都不放過 這就是民進黨的一個內鬥嘛 因為其實在PTT上面 當然有一部分的網軍 他是就專門攻擊陳廷飛 陳廷飛沒有講錯很明顯 但其實如果你仔細去看 你去搜尋黃偉哲的話 也有一些人 他就是專門攻擊黃偉哲的 所以他這已經變成是一種恐怖平衡了 比如說先前的那個盧扎米事件 後來就有被找到說 其實很多慢慢簽到說 跟瘋狂維尼這個帳號之間的關係嘛 然後再講說那瘋狂維尼這個李伯章 他先前是不是有在陳廷飛的妹妹那邊工作過 然後這樣子的關係簽上來之後 就被認為說那李伯章是不是有接受 陳廷飛陣營的指示 在網路上專門去攻擊台南市政府 這樣子整個線串起來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說哇 那你今天黃偉哲難道也有網軍嗎 陳廷飛難道也有網軍嗎 那大家就會很好奇 就是說網軍跟所謂的網路聲量 他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其實他的關聯是很小的 網路聲量他比較像是說 我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我希望能夠提高我的能見度 我可以讓大家看到 我想要表達的那一面 所以大多數的時候他是屬於陽光的 是屬於正面的 是屬於正能量的傳播 所以包括這些縣市首長 如果大家去看他們的臉書 其實攻擊跟批評都會比較少 因為他們希望維持一個 市長的高度跟格局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很正面的 可是他們心裡一定會有很多 很負面的事情嘛 比如說哪一個政敵又在偷偷黑我 誰又在偷偷對我幹嘛 那可是他自己不能做的時候 要由誰來做呢 這時候所謂的網軍產業鏈 他就誕生了 因為很多政治人物 他很多話他不想自己講 他不願意自己講 但他又希望這些內容 可以呈現出來的時候 那就會請一些網路的公關公司 在網路上面 可能透過報掛的方式 比如我今天收集到一個資料 像我自己就不會這麼做 因為我就會覺得 對自己的言論要負責 所以我通常呢 就自己的名字自己發 可是很多人不想啊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樣會不會被人家發現 這個是我做的 然後導致民進黨更多的來攻擊我 國民黨更多來攻擊我 我不敢講 那我就找一個暗黑的勢力 有一些人 他專門有很多的帳號 在PTT或在滴卡 很多的社群網路平台 他可以幫你爆掛 把這件事講出來 結果他講出來之後 你在跟進的去討論這件事情 就好像這個東西是別人發現 可是其實從頭到尾都是你發現的 這就是所謂我們講的網均 那他中間可能會有對價關係 因為我要請別人幫我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要付費給他 像這些帳號在網路上面 你要能夠拿到 能在網路社群平台發文的帳號 可能都要幾千塊錢 甚至幾萬塊錢 才能夠買到一個帳號 是有能力有資格在PTT上面發文 所以我就舉個例子 像我先前可能就在防疫期間 有一些民意代表 他不遵守防疫規則 我就會把他的照片PO出來 告訴大家 你看違規破口 可是當有些人他想要講這件事情 可能他不敢跟我一樣 直接去講的時候 就會去委託網軍 在網路上面他可能 舉例來講他就說 爆掛有民意代表不遵守防疫規定 我剛剛在市場PO到 哪一個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你看他這個現在的照片 他沒有遵守防疫規定 怎麼會這樣 然後其他人就會去底下推文 好 那這個時候推文也是有學問的 有一些公關公司他專門 他可能去做爆掛 那但他希望讓他的文章 被更多的人看到 那該怎麼辦呢 以在PTT來講 你的推文數量越多 他就越容易顯示不同的顏色 那到一定比例的時候 他就會寫一個爆 就是這篇文章已經被推爆了 所以他們也會有另外一群的帳號是 他不拿來發文 可是他拿來推文跟留言 他盡可能把他推的很高 把他推的很高的時候 這篇新聞就可能被記者看到 被記者看到變成新聞 然後在媒體上曝光 甚至被政論節目討論說 網友都說什麼什麼什麼的時候 這個網軍他這一篇文章 這個系列的操作 他就成功了 所以呢網軍他的生態是 政治人物或是政黨 他跟網路公關公司 這些帳號方 成為一個共同的協力者 那他這樣算是case by case 他是預先付款 還是看你的成果如何 他再看到付你多少錢 通常是預先付款 就是說我希望我可以做網軍相關的業務 那因為網軍很敏感 所以通常他也不會直接講說 我幫你做網軍的業務 他可能會說我包一個工作給你 比如說我想要做一些正面形象的東西 我想要做一個簡報 我想要做一個活動 那但是呢他活動的價格 他就讓你用比較高的價格 可以來承接他的案子 那接了之後呢 剩下的這個部分 那就等於說他可以來幫你做什麼 幫你來做網路的操作 所以我們看到卡成 前一陣子不是被搜索嗎 他的WTA的賽事 我們當時就踢爆說 很多的民進黨立委 幫他跟國營事業單位要錢 然後呢去舉辦他的WTA賽事 我們懷疑他在從中呢 有福報的問題 那我們就會繼續懷疑下去 就是說福報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就是你網軍的操作費用 也就是當你有case讓他賺錢 網軍他經常為了不要變成是被抓出來 所以他是政治上的附屬品 就等於說買一送一啦 買牛肉送蔥的概念 網軍他雖然價值很高 可是他用蔥來做一個代替的時候 你在帳面上面你就看不到那一些痕跡了 他們就變成義勇軍了 因為我說我沒有跟他有對價關係 我只是對這件事情看不過去 所以我主動想幫忙的 可是問題是你要問喔 你是蔥 可是那你有沒有跟他買牛肉 通常他是有牛肉跟蔥加在一起的時候 到底今天蔥是主角還是牛肉是主角 我們都已經快要搞不清楚了 所以另外我要講就是說 網軍的操作時間點 他們比較喜歡是在晚上的時候 而且是在議題發生的幾天前 所以其實我每天晚上都會去看 其實是可以分辨的出來的 有一些訣竅 就比方說有一些很簡單的內容 但是他很喜歡用不同的顏色去標記 他寫的特別完整 然後底下他的推文的時間非常的一致 會在一個短短的時段裡面 就突然把他推上去了 討論的內容跟那些帳號都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他就是會有一個異常的這個狀態 然後你就會看到短時間之內 不斷的有人去回覆那篇文章 看起來好像很熱 可是你實際去看的話 都是那幾個人在討論 這種就是他的斧鑿痕跡比較明顯 他通常會在晚上的時候就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講中間有政治工作的協力者 所以當網路上有很多這個討論的時候 通常就會有媒體收到這個訊息說 你看網路上好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可能就會變成新聞 再來他在兩三天以後 就會在政論節目上面做討論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 我舉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針對蔣萬安 最近一次的例子是針對蔣萬安 在網路平台上面有很奇怪的討論 大概在我們過年前的兩週 在網路上有一段時間 不斷的在討論蔣萬安家裡的身世 他到底他是誰家的孫子 他們家的人的關係等等的 很多討論 我算過一天能夠到31篇的討論串 幾乎沒什麼內容 但就是不斷的討論 討論完之後過了一個禮拜以後 這個議題才在某一些綠營的政論節目上出現 所以他會有一個時間差 他先用小火先去醞釀這個議題 醞釀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越來越多人知道之後 再丟到政論節目上面 讓更多人去討論讓他發小 所以這種方式 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引導 一步一步的去把這個議題給創造 無中生有出來 這個才是網軍最可怕的地方 那你要面對這樣子的網軍只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你找出比他更優秀的議題 更吸睛的議題 民眾更關心的議題 讓大家鎖定你的議題去看 第二個就是透過IP位置 比如說可以提告 當他們有時候發言失控了 他講到一些是可能會有言論的問題的時候 你去告他讓他出來 你看看他到底是誰 這是一種方式 就是你要從IP跟他們的奇怪的這個取向裡面 去找到自己的戰術 才有可能破除現在這種塔綠幫網軍 非常猖獗的問題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